欢迎过来 这是正在本期直播 到201情绪联盟 全球总决赛 入围赛最后一轮 最后一场 WE对这一样 Generation 现在别误的比赛 WE已经首卧赛点 拿到了两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那这场比赛也是相当重要 对于YG来说 心态的一个转换 是目前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WE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第二场 已经拿出这种 3C位的这样一个阵容 已经打得比较的扣人心拳 我觉得还是用比较稳定的 然后中后期有稳定的一个 翻盘点都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上一场 对吧 两个大龙这种 虽然说武汉的大龙 都是康帝的嘛 但是大家观众的心都是 都是小公主 看了会很难受 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跟粉丝的话 当然你都会比较偏向 这样的一个立场 就是说希望还能够尽量稳下 我觉得WE这一阵子 经常在尝试打野的 EZ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几次的尝试都没有说 真的收到一个非常卓越的效果 都没有说到一个非常卓越的效果 那我觉得是已经试过了 你要看WE接下来策略 偏向哪一个方向 是希望能够继续来完善 跟开发这套体系呢 然后并且在实战中 来做一战带练呢 还是说会回归一个 比较稳定的阵型 然后想要稳稳地收下这局比赛 对的 而且EZ这个英雄 为什么路人局里面上场率那么高 而且直接选手练的也是 他们RUNK里面练的最多的英雄 但是不能上比赛 或者说我们不是很看好 这个英雄在比赛上面的表现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不确定性了 是的 关键是在于我之前有听说到 WE在训练赛当中选用的这样 EZ去打野的效果成效是很好的 那肯定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才会在比赛 对对对然后 但是训练赛我们知道一点 就是在优势的情况下 很多线练赛打到最后都会选择 直接退掉 直接退出游戏 但是在逆风 对逆风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运营的话 可能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本来EZ到了后期 如果没有很大的优势情况下 是很难去打的 其实你从上一局比赛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西叶打出了高额输出的同时 如果你去看EZ的伤害输出的话 是偏低的 甚至不过外 所以说 就这个英雄的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一旦进入劣势的 发挥的空间 可以说是极度的小 是的 那这边有一段小小的采访 是采访到了WE 对于BO5的一个对局的一个看法 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 之前比赛BO1的话 还有起招可以制胜 然后之后到了BO5的话 我觉得只有靠硬实力来说话了 这次比赛在我们中国自己的主场举办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 把WE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是的 结果期这边说的也是很实称的 就在于 就是BO1和BO5的这个区别还是特别特别大 是 这个也是我们聊的一个老问题了 而且腿哥其实这两局就是 一局一个风格嘛 看我72遍 第一局打一个兰博 来打全场最高输出 当然说别的差了一点点 然后第二局的话 又是掏出了一个大树过来震撼全场 其实腿哥的话在这一局比赛里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因为中期一度 W有点迷茫的时候 一直是他站在前面 为大家开疆扩图 刚才是团队里面唯一选出来的一个坦克 必须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觉得当前的版本不比大概半年前的版本 就是说上单有很多战士型的可以选 当前的版本除了坦克之外 大概就只有蓝波像 让真正团战高输出的英雄可以选 那957在这两方面来说 两场的表现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算是稳定发挥 并且能够成为队伍支柱的一个表现 的确是957 关键是他也是整个队伍选到大树 也是整个队伍区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开团点 整团的一个开团呢 都是需要他去选择这样一个时机的 我觉得上一场的发挥是非常非常的稳定了 那前面有说到这一场比赛是BO5的一个对决 目前W已经拿到了自己的赛点 那在下场比赛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听两位稍微预测一下 你们觉得从BP的一个选择上来说 W会有怎样一个转换吗 我猜啊只能猜嘛 我猜回归第一局的稳定的形态 是可能性比较高 但是第一局的选法由于是 在第一局里面由于是对方的Ban Peek 在攻防上面来说让W拿到了 家里要加大嘴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作用 我觉得这局不太可能再发生 作为一个就正常的教练来说的话 也不太可能会去重复那样的失败 所以在BB上面的话 应该像大嘴这样的英雄比较难拿到 家里要还是有机会 是的 在我看来的话 这一局蓝色方WE选择的话 其实拿人会更为主动一些 因为上一盘 YG也是在蓝色方 才能够选到一手非常扎实 非常稳定的阵容 而且我感觉WE的话 其实上中也如果被对面的班人的时候 有所针对的话 下路其实是不用做任何改变的 因为奔现在上场四局的话 完了三局风云 而且打的效果都不错 所以说大嘴子继续carry 然后辅助的话 继续给她一个温柔的怀抱 现在大家经过了一波预测之后呢 这边别说习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马上要带来的是YG和WE的第三场对决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各位欢迎回来 我们马上要进行到今天的第三场 来自于WE跟Young Generation YG的一场对决了 确实上一把赢的 我觉得是比较清闲的 就我们刚刚也在跟很多的解说 包含了上半场我们分析台的好伙伴浩凯 他也是在台下跟宇童两个人 就喊到嗓子都哑了 因为确实那两条大龙 如果没有拿下来的话 就是这场比赛可能已经是 战成了一个1比1了 对 就是说咱们生育优患嘛 这场比赛虽然拿下 但是就这场比赛在前中期 确实被对方拿到了不小的一个优势 以至于那条大龙如此的惊险 我们在镜头的最远处看到了 坐在辅助位的选手是ZERO 所以是更换了辅助 这场由淡淡上场 来做一个对于所有队伍的 最稳定的一个一局了 我觉得这把W1会稳定的想办法 免得夜长梦多 换了ZERO的话 我觉得ZERO它的一个进攻能力 可能比Ben来的会好一些 那这样的话不知道W1会换了ZERO之后 换一下整体的一个风格 打一个前中期也是有可能的 没错 ZERO这名选手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名老将了 当年在S4 2014年的时候 是随皇族出征 当时还是小狗的辅助 夺得了当时的世界亚军 那一年是在韩国举办的比赛 对 那一年确实也是在很关键的 有一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当时皇族承担了很大量的经济的劣势的时候 靠着ZERO以及INSECT两个人 对于大龙的一个防守 然后让比赛 让拖到最后小狗可以发力 然后逆转比赛的一场比赛 确实我觉得ZERO作为 大家就 W1的粉丝常常称他为老父亲嘛 就是对于整个W1上面 一个团队上面 他可以上来稳定军心 因为上一把确实是有一些乱流了 包含了 我相信在训练赛里面 一定是有效果的这种阵容 W1才会尝试在正赛里面 因为这不可能在一个BO5里面 去轻视对手 但是在上一把比赛里面 确实前期乱流很大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W1会转回一个 自己比较稳定的一种打法 W1这边的话 和第一盘的一个BP是入手一折 就把辛德拉娃之间 可以落这三个进攻点给封锁掉 那这样的话Y7前中期 可能更难去带节奏了 这是我觉得选蓝色帮的好处 因为刚刚红色帮要扛一个复仇之矛 所以辛德拉被放出来了 当然前三手Y7其实没有去抢辛德拉 但是还是在蓝色帮这边可能更为有 而且把维鲁斯也给BAN掉了 其实W1那个阵容 我刚刚在一直思考BP里面就是 AD能给控 以寒冰现在大概率 大家不青睐的情况下 就剩维鲁斯了 所以把维鲁斯按掉 其实会让W1在前面 如果发育的时候 想要避免战斗的时候 少了一个非常大的对方的开团点 是的 这样的话 Young Generation 办了两盘的侠这盘是放出来了 侠还有洛都在外面 是 但侠其实在整个小组赛 就不包含了昨天跟今天的BO5里面 侠的胜率其实表现得没有 像他的出场率那么的好 他的胜率只有46% 还不到一半 YG这边也是改换了思路我觉得 就是确实我觉得在 New T在玩家里奥的时候 感觉他更为稳健 就上一把其实在中期的乱流的时候 打从事好像被单抓了两到三次 那New T其实在我的感觉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健的选手 康迪这把选择了一个酒桶 两边其实有点交换 上第一场的一个英雄的意味 若被放出来的话 W我觉得反手地去选风女 也是想要来防止对方的一个强开 对 就前三手来说 感觉W是想稳稳当当地 把这一局给进行下去了 而且YG这边虽然选了这三个人比较漂亮 但是小炮和洛的一个对线来说的话 非常被动 因为很难去推得过霞和风女 而且上一单的一个加里奥 也没有皇子的一个进场去搭配了 是 皇子其实是自己变的 但如果你不变皇子 W会告诉你来三方一选就拿走 那你反而加里奥的体系 可能是W去掌握 所以YG这边实际是有所交换的 但这种阵容里面的就是 一个洛进场 它是一个辅助偏寸 如果他进场的时候被集火 很有可能在加里奥进来之前 陈洛就已经倒下了 来看一下后手的加变 W是封锁掉了一直有传闻Vinus 非常擅长的一个暴女 但是这把也是免得对方在 就是最后一场 有可能是最后一场比赛的 一个状态下面去拿出暴女一搏 对 把不稳定性都给去除掉 是W这把的一个思路 就继续封锁YG的一个 前期进攻的一些达人 也是奔掉了大虫子 让自己上路加里奥可以过得更为舒服 我觉得在YG这边的一个上单 基本上是拿加里奥的 因为奥应该是一个carry way 去拿加里奥的话 那牛体就要变相地去拿一个 伤害型的英雄 伤害英雄可能是他们今天 没上场的那个上单 任可能比较擅长的英雄 是的 W第二班 依旧是给到了 前期节奏很快的一个蜘蛛 这样的话暴女蜘蛛都上班位 依旧是盲森放得出来 Vinus很不服啊 刚才那盘盲森并不是很亮眼 还是咬牙所下 上路有一波很关键的回旋提起 确实漂亮 但是在喷听大龙的一个过程中 是完全被康蒂给激压了 对 有机会看到狗头吗 957自己也笑了一下 其实狗头最近的一个比赛 也是有上过的 就狗头打一些肉型上单 很容易发育起来 在LCK在总决赛之前 但是也在所有赛区结束了季后赛 之后的升降级赛事里面 有狗头出场 而且他那场是顺利地发育起来 在最后一个人扛着四个人 那盘是狗头打大树 对 他发育起来之后出了一个三项 他的一个Q技能的CT很快 QA QA伤害特别 就他装备出一个40%间冷却 然后开了大招以后 基本上两秒一个Q 是 就两秒一个棒子 然后就一直 就是把对方的每个人都给敲爆了 是 但是这英雄确实可能还有一点点 需要实验的性质吧 WJ把想要求稳定 继续的让957选择了大树 中路西叶拿出杰斯 这个杰斯还是有点拼的 那这样的话杰斯是比较好打发条的 光辉吗 最后十秒钟 YG会选下来吗 好像还是要求一个妖姬 还在犹豫最后选择妖姬 最后一秒换成 主要是他犹豫妖姬的原因也是因为957这边选择一手大树 大树的话 大团非常克制妖姬 但是还是想配合盲森中路也联动一波 前期看能不能带出节奏了 对 就跟上一把新德拉盲森实际是一样的思路权 对 因为刚刚在考量妖姬也是 因为妖姬对杰斯这两个英雄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看操作的 两边都是拥有那种单杀对面的能力的 都是有一定禁锋性的 是 这也有笑得很开心啊 对 反倒是对手的辅助派来是相对于比较紧张 确实这下的局势对于来自GPL赛区 我们东南亚赛区越南的队伍 他们现在是已经被逼到了悬崖一边 上一把的优势没有拿下来 我觉得对于心态上面的确也是 考验着这个年轻的一个一代 就确实我觉得他们是 非常年轻的一个队伍嘛 但是在这种国际大赛高压的一个舞台上面 去经历的这种波折 无论今天的成败 但是他们都会有所成长 是 这把其实关键的点也蛮多的 就是我们看过第一把 打逼的加里奥用得非常的亮眼 那New Tea的加里奥是 小组在他们可以突围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把W在每一波先手的时候 也都要来考量一下 加里奥的一个英雄的一个支援 是 一共三盘 New Tea总算是选到了一盘加辽 第一盘是被W所选 第二盘被扳 第三盘自己拿到看一下 他能不能使出这个英雄的浑身解数 是 W现在离进军到十六强 就全 2017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十六强 只差最后的一场比赛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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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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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前 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是介绍一下这个GPL赛区 其实GPL赛区成立的时间非常非常早 甚至比ALPL赛区更早 其實2011年的賽季就有來自於東南亞的隊伍 分別叫做Team Pacific以及XAN兩支隊伍 參加了第一屆的全球總決賽 當然是韓國LPL都還沒有參加 然後S2的時候就是西貢小丑 是進軍到了9到第10名 而S3的時候有一支叫做Many Ski的隊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們也曾經利用奶媽配一堆射手 就是所有都是輔助的一個陣容 如果那時候比較早的觀眾應該會留下印象 14年是缺席的全球總決賽 16年也缺席 而15年是有曼谷軍人隊 當時是跟EDG分在同一個小組 確實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個賽區 因為咱們中國大陸賽區 應該是在2012年首次參加 但是LPL因為是2013年才剛剛成立 所以就等於說按中國大陸的範圍來說 應該是2012年才首次參加 其實以前我也解說過GPL聯賽 當時GPL聯賽有一個很自豪 但是說出來比較有點幽默的一個 就是說這是第一個國際聯賽 因為東南亞有非常多的一個國家 對對對 好 進行到這場比賽 來看一下兩邊的開野路徑 都是雙人線幫忙打野來起一個下半步的一個BUFF 而W1就是在藍區做了一個眼睛 得失了盲身的一個起野路徑 上一把我覺得整整個總結的問題 我猜W1教練下去第一個就是 EZ的打野前面入侵藍 那個是最大最大的使命 中路這波打得一擊喚血非常的成功 兩邊的陣容的話都是 中野前期可以帶節奏 後期的話 AD有香爐來說的話 也是開野能力很強的 就兩邊的陣容的一個性質沒有差太多 其實兩邊的陣容就是到了這種 已經有賽點的局 就會很容易去回到兩個非常平穩 而且拼團戰的一種比拼 是的 不過相對來說 YG這邊還是比較拼一點 畢竟選擇手瞎子 而且 在有洛的情況 有風女的情況下選了洛 這兩手的話是很拼的 這兩手的話是很拼的 我們這中端在互相出招 一擊的時候西夜幻影 那這波被鬧子牽到了一個鎖鏈以後 這波幻影是稍微虧了一些 下路來說的話 而且這個真的很上頭啊 W剛才已經是雙人到二了呀 二級的時候 洛選擇聖誕大登場過來 結果這個登場 他自己是一級 W已經早就升二了呀 就是我們也是看到很多次 洛沛和小炮的一個對線 來說的話 前期發育來說比較難 就這個陣容 我之前看歐美隊伍 有些時候使用的時候 會選擇讓小炮先跳 就如果小炮跳過去 減速到的話 那聖誕登場是有大概率 可以比一個閃現 剛才問題主要是等級 被搶二了 而且剛剛ZERO留在地上的 那個Q技能很漂亮 因為只有二級的一個 洛他不會有輕五成雙 所以他是在聖誕登場的那個位置 留了一個Q技能 然後直接逼出了洛交出閃現 好 西野這邊的話 壓得 腰氣的一個狀態很好 而且帶了一個影 來是可以找機會單殺的 是 傑斯這個英雄中路的出場率 在整個入圍賽這段並不算太高 但入圍賽好像是出了四場都贏了 是 這個英雄很吃本身選手的一個熟練度 是的 我也預測一下到了十六強階段 我覺得這個英雄有大概率會看到LCK 在上單拿出來做使用 畢竟有 畢竟有一個叫做 看 對 有一個可函在那邊等著大家 嗯 上路這場比賽應該兩邊的打野光顧的幾率也都比較低 雙方秀了一下 而且這邊那個W還是很濾火的 下路的壓刀是比較顯著的 芒森三級 也是清空了自己野區的野怪 這一局的芒森跟上一局比起來 因為W的打野是一個九筒嘛 刷野本身就速度領先於芒森 嗯 芒森在前期如果不好搞事的話 自己的開局比上局要更加差 是 但Vinance這個打野他的第一次回補裝備也是比較特別 沒有選擇出野池打野的 下路抬到 出幾年稍微限制一下雙方的一個輸出 還好ZERO的一個風打斷了Bill Core的一個W 是 芒森這邊過來同時亮一個TP 想去找MissMessive交一個閃現 正好ZERO幫助自己的ADC擋住 但是鏈子擋不住 還是要被鏈在原地 要交出一個E顯的由妖姬手下 這波ZERO的一個閃 一個走位已經非常的漂亮 想去幫忙擋住這個E技能 但是位子太深了 對方留在線上的這個眼睛 給了中路的妖姬有機會TP 這波大舅子可能覺得康蒂要趕過來了 所以要想勾引一下 沒想到對方的打野來得更快一步 對 而且配合中難的一個TP 就算是康蒂到了其實也是4打3 因為這個TP被打出了一個效果 是 而且剛剛兵線好像剛好是前推的妖姬線 所以西葉這波也沒有在補刀上面 拉開一些差距 康蒂這邊趕過來有沒有機會 對 吹打斷 Bicoro這邊有閃現的 一個W來看一下距離 一個閃現 那這樣沒什麼機會了 西葉是被洛給擋住了 但是這個Bicoro還是很小心地交了閃現 可能怕康蒂閃現過洛的一個身位 然後再一個E技能 所以說先提前交一個閃現 比較的一個保守 主要還是對方的雙人線 其實小細節還是做得很到位 沒有那種回程差 如果是 就最好的情況是剛剛 洛已經走了 然後小炮慢了一秒鐘 然後這時候被風鈴吹斷 我覺得打B原本是想要找這種時機的 對 那這邊的話 出了一個護臂 其實打傑斯的時候 一定的一個護角可以 對拼的一個爆發抵消一下 後面用了大招的 顧擊從屍 在後方 剛剛應該是抓了一下 九筒有沒有在左半部 對 想看一下對方打野的一個視野 應該是從三郎那個位置走出來 因為加里奧上次要繼續做野 也 防止一下被 進去的加里奧被對方的打野遇到 一血這把被歪曲給掌握住 但下路大招的前期是有補到的優勢 而且補上了萃取以後 想要來加速一下自己三件套的一個時間 越南俠的提阿瑪特已經拿到手上了 提阿瑪特做出來的話 中氣的一個發育能力也很強 這把還是要小心妖姬跟盲森的中野節奏 上路兩邊都沒有TP 第一條的龍屬性也是瘋龍 比賽大概率的 近三分鐘內可能會緩和下來 對 或者說要看 洛和加里奧什麼時候選擇 要對中路的傑斯動手 這是他們的一個進攻時間點 當洛到了六級 如果兵線合適的話 他可以選擇在中路遊走一波傑斯 配合加里奧 對 洛這邊出了一個五速血 加里奧這邊有大招也可以支援 似乎想要瞄準W的藍區 這一角是踢到了血量 不是很健康的康蒂 被踢了回去 小康蒂選擇往上路交 一閃帶 還是被鬧的一個Q進的給收下了 這一波野區進攻 其實YG是早有一個準備的 整個上半部的視野 在上一次加里奧走進來 NUTE走進來的時候 就是在策劃著這個藍區的進攻 就可見他們圍繞加里奧制定的一個戰術 還是很得到看一下 這打人跑了 這打人跑了 吃不香了 三吹只吹於死 這一波西葉的一個埋伏 也是讓NUTE這邊沒有想到啊 最賺的是什麼 是藍buff 原本西葉這一波沒有藍buff了 但是 有人送了一波快遞 現在雙buff加持 可以點一下這個中路的一塔 這FINAS是不會選擇去推塔 想看一下 先做一下試影 剛藍號不是那麼的足夠 所以傑斯沒有在塔下繼續的 poke一下FINAS的一個血線 咬吉再度的利用大招 確認一下剛剛被排空的核道視野 掩護著康蒂進去做了一個比較 後方的藍區視野 這一把W1的中葉聯動要動起來的 不能輸給對面 西葉回家把油門給做了出來 這種轉變其實我覺得 對於W1來說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剛剛分析台也提過 在整個小組賽數據裡面 其實康蒂對於西葉這條路的一個 JP數據是非常非常低的 就圍繞中路的一個 打法的一個數據還是很少見的 是 但我們知道W1其實在春季賽 是一個中野聯動非常強勢的隊伍 就是最好的一個隊伍 能在總決賽走得最遠 其實是他的風格能一直做切換的一種隊伍 對 能夠及時地轉變 可以應對不同風格的一個對手 來 這一波 YG的一個上野 要找機會 對西葉做一波 攻勢 但西葉拉開距離之後 感覺沒什麼機會 那就走掉了 西葉不愧是小組賽 單殺最多的一個選手 這邊上去想要找黃成單挑的機會 但奧斯是 直接摸以明澤往後一技能 勸退了西葉 現在世紀上面中單是打出來了 對方的視野還是在W1的野區 留下了兩個轉點位 九筒的位置可能常常會被抓到 這點是W1要小心的 現在是走上來 但西葉很快地用一技能拉開身位 西葉現在一定要小心 YG這邊的話就要抓中路 上路和下路 對於YG來說都比較難突破 出了紅色飾品的康蒂也開始把自己 假野區的對方視野給排掉 現在兩邊的前期運營都不能要出現一些失誤 YG更主動一些 野斧都出了武術鞋 針對下中路 西葉這邊靠山半區 暫時稍微的安全 不知道YG這邊要不要躺 因為西葉這波的走位很小心 他是往防禦塔的左側去偏 所以導致對方的野區沒有辦法及時的近身 而且還破壞了一個左邊的爆裂果實 其實西葉這一波是知道對面的一個壓力的 雙人先回家 有做了一個團隊溝通 就大概率自己的紅區裡面有埋伏 或者是對方的視野已經坐進來了 對 去規避掉了第一波武術鞋的一個落 靠著金鴻過席進來中路抓中的一個機會 那局勢現在繼續一直下去 W要的是讓雙人先這邊 繼續的保持farm的一個階段 然後整個地圖的壓力要靠西葉去扛 所以這把西葉確實是 W前期非常重要的點 因為康蒂這把的節奏英雄是 沒有做選擇 而是選擇了一個比較偏打團的英雄 第一條瘋狼的話 對W來來說 是比較有優勢的 因為確實這個點的話 邀騎和芒森的這個中野聯動 有點吃不消 這個下半區的一個視野 外期是更好掌控的 那打的一個經驗吧 還是讓他們在臨場做了很快的調配 藍區槓那一波 九筒被抓 康莉被抓 這一波你看到在打紅的時候 然後就是瘋狼先過來做了一下保護 YG這時候還不選擇開封 還在蹲 在小龍這邊先把視野給爭奪一下 這一波嘉寮已經 嘉寮趕過來 YG這不是要接團的 對 現在W要看這邊 想順先動手 邀騎有一個家寮的保護 芒森一腳踢回 先做死了一個傑斯 這邊九五七也TP落地 先捶一下NUTE 先站對面 但是沒有辦法過牆了 芒森這個過牆怎麼辦 邀騎魔影迷走 往後拉被捆在原地 但沒有人能跟上後續的輸出 混戰一團 先站一個芒森 九五七一個人扛在前面 把對方直接往後打散 繼續的追擊 小炮一炮 只轟到一個抗點 九五七下一個距離 雖然有閃現 但對方的一個小炮 也是有位移技能的 所以這波是沒有辦法去追擊 但打出了一波一換二的一個交換 總結下來是前面抓傑斯那個 家裡要先跑 喜葉其實是動也動不了 直接被鎖鏈給綁到死 還被阿傘給踢了回去 這波人頭其實交掉了非常多的一個技能 對 而後續進場 雖然Vinus往紅BUFF區域逃 但是風女這個大招吹得很關鍵 小炮這時候跳進來 他此時的一個輸出能力還不夠 而前排打B這邊其實更為厚實 基本上大樹和扛定兩個人扛在前面 就能給後排支撐出一片天 對 以及香爐 我覺得這波的交戰也是體現出 這種前期如果就打出一個5V5的一個團戰 香爐對於一個ADC的加勢 是 對 就如果沒有這個香爐剛剛 大舊子被抓死 下路這個E塔的話 推得速度非常的快 大舊子是 剛剛我們看回放的時候被抓死了 對 那是配合架寮 雖然路配合架寮也抓死了 同時 W這邊就硬對 先把香爐先後一個打下 但是 弱的大招還沒冷卻好 這一波是 可能是視野上面 已經埋伏到了 嗯 那歪曲這一波的一個辯證 其實處理的也是挺好的 你看他是使用 就是 抓準大樹推線不夠快的時機點 就加里奧出現了一個不該出現在下路的一個時機 反而是在W打贏了一波 容區交戰以後 還拿到這個E血塔 看一下這波是怎麼抓的 交踢 交踢 繞後 同時 Zero這邊是沒有雙招的 趕緊拉開距離 這波主要是W這邊的一個雙路 沒 沒 沒閃現的沒閃現 沒大招的沒大招 確實很難走了 能走一個是一個 想換妖姬 但最後傷害量缺了一點點 霞在沒有大招自保的情況下 本身還是不帶位移的一個ADC 中路互相對拼 因為蟹這邊的話想打消耗 是消耗不夠妖姬的 畢竟妖姬這邊是有回復和吸血的 是 待會兒 槍刀出來以後 這個回復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現在開始是W想換經濟 W這邊的話 在網裡偷銜 把上路一個下骨先鋒拿掉之後 現在換塔的一個情況 W是有優勢的 下骨先鋒招出來 這邊是 如果Y這邊想換二塔 那你的高地就有危險 那Y7這邊的話是選擇上路二塔 趕緊 就沒什麼想法了 趕緊迴防一下 迴防的速度很快 但俠谷先鋒這邊 還可以撞一下對方的一個高地 血量比較健康的俠谷先鋒 還是打掉了 三分之一左右的一個 下路高地塔的一個血量 是的 下路兵線OK 直接來Rush通路了 是 兩邊打完了一波團以後 都在積極地奪取地圖上面的物件 傑斯剛剛中路血量比較危機 但其實整補過後 這個拿龍的時機 YG也沒有辦法對中路的塔 給到太大的壓力 兩邊其實各有斬獲 但大舊子這邊前期被擊殺了兩次 但是這身上的萃取已經是發工資了 裝備上面也是 現在的他的金錢 我覺得可能 不會落後於Big Core 而且Zero這邊早早出了槍爐 他現在的一個戰鬥力 是高於小炮的 剛才那波的一個資源交換 大力也是 裝了一手下二塔和一個風龍 風龍配裝風女的話 其實收益很高 雙加速 對 這個Poke打出效果 一十二鳥 一發EQ 直接打到對方兩個人員 中塔直接五個人給壓力 上路即使是推進兵線 但是二塔的守衛是沒有問題的 這波擠的時間非常漂亮 這一波的集合 大家可能就覺得 小炮就沒來中路受兵 就 預測要機也沒來中路 那這樣的話 這一波漂亮的一個集合 無傷地就把這個中一塔推掉了 對 而且剛剛那個時間點 上路的TP是已經交過了 還在冷卻 雖然有英雄登場 但在線上有看到加里奧 就代表了加里奧 不可能用這麼遠的距離 過來做支援 馬桑 這邊 入野入得很囂張啊 視野做得很深 也是因為自己中下推線的作用 但是傑斯一個人在中路 就可以扛住推線的壓力 今天西葉的炮打的是挺準的 但俠和風女換到上路去 中路這邊的話 還好西葉這邊那個清拼速度很快 對 上路加里奧一個人不敢聚首大 就是推進的塔 那這樣子可以賺到一座邊塔 這兩分鐘的一個轉線 YG來說的話 就有點被動了 對 感覺前面兩個人的轉線 還在同一個起跑線 然後跑到一半的時候 忽然打WE加速了 就是靠著這個峽谷先� 雖然W這邊少一個TP 但是四個人盡量地做抱團 這樣的話 在爭奪資源方面來說是有優勢的 畢竟YG這邊想打131 你這個面永遠少一個人 現在W想要去做接下來的進攻 就要小心地是對方的下一輪的一個雙TP 以及英雄登場所造就的一個 時間差的一個資源 的一個資源 957這邊可能要更為去看住這個大樹 看住這個加里奧 或者是W直接選擇去找 加里奧這條線做一個進攻 是 只要看W怎麼選擇吧 因為YG現在很明顯 妖姬這個點就不打算出現在正面戰場了 他就是打算一個人擔待 只不過現在他對於大樹的威脅還不是那麼大 基本上 他身上有綠甲了 對 其實YG這個換線有點問題的在於 加里奧這邊吹一聲魔抗 他如果不對大樹的話太虧了 所以說妖姬現在不能找大樹 如果找大樹的話 這個131反而把自己給牽制住了 就W的一個配線是更為合理的 對 因為這波的配線是W有做過轉換了 那YG要看一下他接下來 要不要相對應地去做一個調線 現在W有一個兵線優勢 所以這邊選擇了入野 成劍沒有拼過 由Vinus呈下紅 你有交給ADC對W來說 還算也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已經是11級的紅BUFF了 這波妖姬是放棄了陣線推大樹的線 來到中路找機會 W就往後縮 縮到自己的中路外塔下 那YG這樣的話中路是開不起來 看一下這一波YG回程會不會選擇對 這時候就要調回來 妖姬去上路找傑斯 而加里奧去下路找大樹 找傑斯的話 妖姬現在出了一個金聲 就直接拼輸出 他比傑斯要略遜一籌 但是他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終於有一個雙游 意識到了 沒有沒有 他這波應該是缺個草叢 只有走進去 直接被埋伏的兩個人 他打了這一炮 反而讓自己以為對方的人 是不在這個地方的 若看到了四個人 瘋女即時開出了一個大招 那些對手的英雄登場過來 這個位置 W先被打了四散 這邊大樹已經卡出了一個區域 但是ZERO的位置有點危險 Q竟然限制了對方 而康蒂在右方 是順利的先殺掉了妖姬 但是瘋女這邊拖延的時間 已經到了自己 還是倒下爆裂火石 想走 海家漫天飛雨 一個阿閃1 給大球子繼續做輸出 再一個倒勾 羽毛刺散 揮到手上 加里奧也倒下 就是這邊留下了Vinus Vinus看起來是無處可逃了 這一波應該是 一定是狼中午的人頭 減速到 給大球子一個Q技能 輕鬆的射下人頭 這一波ZERO的一個牽制 真的是對於YC來說是這個頭疼 YC這邊想殺這個瘋女 殺了很久 他一個人溜著兩個人跑 讓那兩個人追 他追了一路 與自己的正面部隊也脫節了 W1看到對方只剩下一個小炮 但是對方其實是有雙踢 這一波是由復活的妖姬踢過來 但是狀態結識也非常的好 先打了一個盲炮 這一炮沒有打到人 反手過來 妖姬的鏈子也是被西野利用 加速牆給躲破 大龍血量剩下三千多點 W1這邊做事 應該是要直接拿下大龍了 打野不再 沒有人可以去搶大龍 W1穩穩地撐接掉了大龍 剛才西野在側翼牽制住了 妖姬和小炮兩個人 讓他們的位置非常的尷尬 沒有辦法去對這個龍友想法 這一波其實西野是意識到裡面有人的 沒想到是兩個 因為可以看到側面的話 風女和酒桶包括AD也趕過來了 是 這邊看一下Zero這邊 被中野一套卡包之後 一個閃線拉開距離 而且小炮這個時間的作戰能力不夠強 他剛剛被康蒂 以及大樹兩個大漢 小炮這邊近來不了輸出 反而是大舅子這邊 一直在追著對方 已經是開過杜朗護盾 的家里奧錘 以及漂亮的一個R3 把最後的一個收割局 由大舅子主動地打出了一個追擊效果 這波還是挺關鍵的 兩次先撿人的情況下反而打贏了 是 4打5的一個團戰 就我覺得剛剛西野是 知道那個附近有人 但他應該不知道裡面蹲了兩個人 要不然不可能走 就是臉探草叢 對 對 對方是一個控制守衛 是確保那個視野 小炮現在已經一個人去做代線了 那對方是有大羅馬夫在進逼的 YG這一波感覺 我覺得這個決策是絕對不對的 不可能推進了對方塊 現在直接現場的最後的妖姬 炸毀妖姬瞬間秒殺 直接融化 妖姬根本就無法使出自己的W 這個中路的一個水晶環節 只能被迫地放掉 雖然上路的惡塔被W W這邊是被推掉了 但是中路的一個高地已經直通到門牙 大叔這邊是有踢的 還在持續地壓制 這邊開啟一個30 又要嘗試一波了嗎 小姐寶兵 小姐寶兵 寶兵要一波了呀 小炮繼續輸出外圍的一個空地 但是沒有辦法 你輸出不到對方的一個核心 大叔一個大招 想勸退 風女大招 所有人補了一個盆滿過脈 繼續彈一下Nukity 被打殘 只能回家補血 兩個門牙塔保掉 繼續落開了自己的情侶 但你沒有辦法 沒辦法被棒打冤鴻 這樣的話繼續Nukity 往後拉 盲僧給他一個護盾 一個倒勾 倒勾住三個人 怎麼辦 能不能威脅到對方的一個主抱 沒有辦法 五個人做事先行撤退 W最後還是穩了一手 對方畢竟是有一個泉水 隨時在保持狀態 而西葉這邊的一個藍耗 以及血量都不是這麼健康 W先選擇撤退 但是已經是把對方的 家裡面的一個門牙 都全部把光了 而且現在男爵BUFF還有一分鐘啊 Y7這一波成功守住了 但是確實非常的傷 這波如果西葉帶的是TP 讓我馬後炮一下 就有可能看到投家 這傑斯偷基地的一個速度不要太快 但他前面沒有帶這個點燃 也完成不了那波關鍵的單殺 好嗎 現在局面一片大好 MISTAK這邊的話 也是已經有了三線套 是 我覺得W這一波是直接去直奔水軍 直奔基地就可以了 還是要選擇是先把上路二打推掉 對 一炮半血 先穩一手 就中路自然推嘛 上路的兵線帶過來 兩路的兵線 如果對方的開團失敗的話 那主要就可以直接拿下一波 如果不行 也是穩定的速度兩路的高地 W這波是打了一個最穩健的方法 前面自然之握 先限制扭挺的一個位置 反手W滾到 杜朗互頓打了 卡了非常多的一個輸出以後 W還有一口救贖 下路跑九頭也是把對方的落死死的 限制落 雖然有大招 但他現在沒有血量 又是要回自己的泉水補血 落 閃線開 開到對方 沒有辦法小胖這一泡 沒有把對方送回了對方的家 這樣的話 妖精開出自己的精神在屏幕的右側 傑斯 醒來去吃 一錘 沒有辦法把他的錘子 茅森先行到地 正面的人 所有人都被堵到了泉水 所以這時候就是讓我們 恭喜W可以拿下的這把 4PL5 以3比0 同樣的捍衛了LPL的一個尊嚴 從A組4-0的小組賽 到今天的淘汰賽 面對了GPL賽 越南賽區的Young Generation 拿下了3比0的一個家機 同樣的要進入到 我們16強的一個正賽 今年的16強LPL 依舊是三個席位 分別是EDG、RNG 以及今天獲勝的WE 我們再度恭喜WE 也希望所有的觀眾 也把掌聲送給來自於 越南賽區的一個Young Generation 確實他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 但他們在整個入圍賽 到今天的淘汰賽 他們的成長的一個幅度 讓我們相當的敬佩 而且打出了自己的風采 前期的話也是頻頻的拿到自己的 一定的優勢 等會的話就要等待 一個非常關鍵的抽籤 抽籤 抽籤有四種的一種談戀組合 也同時的感謝今天 因為最後一場的BO5打完了 所以也同時感謝我們入圍賽的 另外8支來自於 全世界各個賽區的不同隊伍 謝謝你們來到中國 來到武漢 為我們帶來精采的一個比賽 也讓所有的召喚師我們一同期待 要在10月5號開始的一個 正式的16強的一個小組賽 也預祝LPO的三次隊伍能取得獎金 沒錯 比賽競技雖有勝負 但是英雄志足傳奇 好 那我們就讓我們一起期待 英雄志足傳奇 今年的LPO必定會有好的成績 謝謝大家 好的 讓我們再次恭喜一下 WE全世界的一個姿態 進入到我們的小組賽當中 那目前其實各個組的 進出一道小組賽的名額 已經非常明瞭了 那A組就是WE了 沒錯 那其實B組的話是Cloud9 C組是Fnantic D組就是1907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WE和C19這兩支隊伍 無論是入圍賽的第一輪 還是第二輪都沒有輸過比賽 對 可以說是一個全勝的戰績 挺進小組賽 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身為大賽區 出陣的第三種子來講的話 兩隊都沒有給自己的賽區丟臉 確實是這樣 打出了一個好成績吧 而且WE也算是開門紅了之後 又有一個非常好的收尾在這裡 拿到最後一張門票 當然對WE來說的話 這一路上每一場都是贏的 沒有任何的敗擊 不過有好多都遭遇開局 不穩定亂流的現象 這也是讓所有新系WE的粉絲 都一直在嗑那個救星丸的人 尤其一開始的時候 每局比賽的前幾分鐘 可能都會被WE捏把汗 對的 不過還好後面的結果是好的 對 之前謝德在解釋的時候 也有說到 就是之前有一個小組賽 入圍賽前半段的一個數據 就是WE他們的醫血率 可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沒有拿到過醫血 但是其實可以看到 起碼給我們的粉絲知道定音完 但是他中後期能力是非常強的 那我們看一下 WE上一場比賽的一個面板情況 其實很多比賽都會長這個樣子 就前期兩邊有來有回 但在後期一錘定音之後 整體就呈現一個經濟上揚的趨勢 並且已經下了比賽最終的勝利 因為當後面肯定是因為一波轉折 然後滾雪球迅速滾大 其實看這場比賽 感覺Young Generation 連續三局 其實他前期都有機會的 但是他們不會滾雪球 這是一個很致命的點 對 還是輸在年輕啊 還是輸在年輕 但是來年肯定大有可為 我覺得這一屆的入圍賽 給我們很多隊伍 給我們的這樣的感覺 而且感覺越南隊伍的 都喜歡 都很喜歡選盲僧這個英雄 就我們之前看到的 越南神僧雷偉 來自GM戰隊 對 然後這邊的話 也是選到了兩場盲僧 其實表現都還可以的 雖然說成績也還需要再練一下 是的 那我們入圍賽 所有階段都已經結束了 可以看到很多隊伍 先看一下這邊MVP 給到我們的Mistake 哎 廠下也是可以尖叫一波了 百分之八十的攤頭率 以及四十四的傷害戰比 拿到了我們入圍賽最後一個MVP 就來說的話 傷害轉換比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接近百分之兩百的一個傷害轉換率 是的 非常高 那舊子也是在這一次的分軍輸出 還是傷害戰比還是傷害轉換率裡面 排名所有AD裡面第一的 尤其在這場比賽中間 有很多個團戰的時候 他的輸出不但打足了 倒勾的控制 也都控制在非常關鍵的時刻 對 印象讓我很深刻的是 有一波追擊戰當中 一個大招起來閃現過去 拉倒勾 那一波打了三殺 對 是的確打得非常果斷 也打出了Mistake的自己的一個風采 然後有說到 就是目前的入圍賽階段 已經全部結束了 對 那這樣的話可以看到 雖然說有些隊伍來到中國之後 比較稀敗 最後沒有能進到小組賽 但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 這個經歷是一段成長 每個人都要經歷過 來到大舞台上的一些磨練 才能回去更多的進行一個成長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可貴的經驗 因為很多的隊伍 我們都說什麼年輕一代 或者是隊伍的年齡比較小 他們從來沒有參與過 這種國際性的賽事 是的 那現場的話呢 也是傳來一些訊息 馬上可以採訪到我們的Candy 一起來看一下採訪畫面 好的 再次恭喜WE 讓我們今天的採訪嘉賓 我們先和所有的召喚師們 先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WE的打野Candy 歡迎Candy 那拿下比賽勝利之後 此時此刻的心情怎麼樣 現在心情感覺很不錯吧 就是非常開心 那今天的話可以看到 來了特別多的粉絲支持你 台下還有舉牌子說 武漢的龍都是Candy的 那今天的話 你感覺在拿龍方面 為什麼會表現得這麼的出色呢 第一 感受到了武漢的觀眾的熱情吧 就跟龍一樣 所以說我可以搶到武漢的龍 第二的話 因為我用了艾爾克斯的新鼠標 所以這兩點促使了今天 表現這麼出色的一個打野的Candy 那麼同樣的話 其實你們的選手YG的話 在GPL也是一支強隊 感覺他們今天的表現怎麼樣 今天YG的隊伍我覺得表現得非常不錯吧 第二局也是把我們打的就是很慘 然後如果不是靠搶龍而翻盤的話 我覺得我們其實是挺懸的 那接下來的話 在贏下這場比賽之後 也確定了小組賽 將會是進行一個參與了 那麼對於小組賽來看的話 又有什麼樣的期望呢 小組賽的期望 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打出來了 把WE最好的一面都打出來 然後請大家繼續支持 LP 繼續支持我們WE 好的 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Candy 那麼也再次恭喜WE獲得了比賽的勝利 那麼今天在比賽結束之後的話 稍後江蕙秀是今天在入圍賽第二階段的抽籤了 讓我們稍日休息 馬上回來